有沒有希望什麼時候可以想要有病犯 譬如說可能一兩年或兩三年以後 你可以接受病犯犯嗎 其實慢慢的也沒有這麼不能去接受啦 因為之前覺得是先把家庭不好 事業不好現在也不排斥就是沒有病犯 我挫折到這麼多年了 我又挫折這麼多年了 挫折這麼多年 挫折這麼多年早就已經恢復了 我現在很強大 經歷過這一切沒有好像百活的感受 我們要一起做生命 有沒有希望什麼時候可能想要有病犯 譬如說可能一兩年或兩三年以後 你可以接受病犯犯 其實慢慢的也沒有這麼不能去接受啦 所以之前覺得是先把家庭不好 是現在也不排斥就是沒有病犯 如果遇到真的喜歡或是珍愛的話 當然要試著交換衣服 所以我不會太排斥啦 有遇到嗎 那種心動的人 沒有因為真的遇不到耶 因為周秋的圈子就是那樣 可是演藝圈那麼多漂亮的女生 就是人好啊 人品好啊 還是遇到人品好嗎 沒有啊 沒有啦 可是我遇到的其實不多耶 因為現在還是想要以小孩 重心啦 對啦 就是以小孩 但我覺得就是可遇不可求 就算遇到了還是要喜歡小孩的吧 我覺得沒這麼容易 所以現在的考量需要更全面一點 因為現在家庭跟小孩還是擺在第一個位置 可是有時候你有挫折 我會希望其實有另外一半可以支持幫你一點嗎 因為其實你就是壓力很大 我挫折都這麼多年了 他在良心嗎 哈哈 我又挫折這麼多年了 我這麼多年 對啊 他在心理諮商 挫折也早就已經恢復了 對啊 我現在很強大 經歷過這一切 沒有好像百貨的感受 雖然這個過程是好還是不好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就是可以經歷那麼多 我來這個世界上好像感覺不錯體驗 我給我自己是這樣的正向的思考 就是考慮出書了耶 就是把這些 鼓勵那種需要轉念的人 就是把這個正能量傳批 可以啊 多少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給大家 我覺得會有幫助 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不排斥